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澳洲籍的人 还要取得一些特别的批准才可以回来 但现在 国际的航班、人士 只要你取得那个维码 他就让你进来 当然要打针的 起码接种疫苗的才来 好像是两针疫苗 我刚刚早几天来 其实是他未曾开关之前 不过我早就取得了批准 我就来 我打了三针的了 我就希望尽量在这个几月里做了我要做的 譬如一些在教会 我要分享 有些工作 另外一些物业就要搞了 所以怎样都要过来 过来这些变因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点点担心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新的政策 就是说 譬如在室内吃东西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那不是只吃饭的时间 进了室内就不用了 当然每个省份都不一样的 那通常Queensland 即Brisbane那些 就比较真的严谨一些 也不是太多人去 就没有西德尼和Melbourne那么多 西德尼就是雪梨 而Melbourne就是麦尔本 Anyway 无论怎样都好 我觉得在世界哪里都好 好了 现在疫情这两年多下来 尤其是Omicron真的传染得很快 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最重要是自己做好保护 我们亚洲人通常都很愿意戴口罩 或者出入我们都会用搓手液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心情 我们不要输心情 每天都是开心心地迎接新的一天 因为疫情似乎看情形 我们都要跟它共存 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些就是说 没有 我们想着全民自己自动会有抗体 越多人感染 抗体就越传得多 就觉得应该可以了 这是一 但是我们祖国和香港 澳门也是的 希望动态清零 例如香港 你知道我们会很多时候封区 检测 各样东西 当然也希望我们打疫苗 香港的情况 我想如果你是随时留意香港新闻 你都知道了 其实由我走那天 一直到现在为止 每天都是几千种 初步确诊那些 例如今天6,000 明天初步确诊7,000 其实如果真的说得出来 就过万 真的挺让人担心 因为香港和其他地方 因为我们的地方很小 人七百多万 但是住得很密集 所以一封就是说 譬如前一阵的葵涌村 一封就要封很多层楼 现在我觉得 真的完全崩溃了 原因就是 除了检测的数字 追不到 因为很多人排队排队 你知道这几天 香港很冷 香港其实一低个10度 是会冷 因为是湿冷 很多人还在医院外面 去等 很多老人宿舍 就是院舍里面的 无论是职员也好 长者也好 有感染 好像是有30间 或者以上 我都不知道 我没有跟到的数字 那么贴 另外还有 今天确产的数字 都是6,000多 大家都很担心 那个医疗制度 究竟能否符合到呢 亦都是各项各业的人 都有感染了 一堆这些东西 听完之后 心里是不是有点确实 觉得 为什么 现在真的是 没完没了 这个疫情反反复复 还有 真的令到很多人都很忧心 忧心的几样东西 第一件事就是 经济上的 另外就是 会不会感染 另外排队 你知道现在很多时候 做事 一定要有检测的 72小时的音声 才让你去做事 Merry临走之前 都排了三、四个小时 才可以给你付钱 240元港元去做检测 以前没有人的 就是完全那条龙 没有人排的 但是我那一天去到 是说龙尾都看不到 因为很多人都宁愿 付200多元 就比留在外面 一来冷 二来 城寨人在排队 就算有距离 就是有距离 都是会感染的 就是很危险的 所以大家就宁愿付钱 但是没办法 我觉得香港其实是跟不到 步伐 确诊的人数很多 但是我们检测 或者是能够给他们 有医疗 入院 各样东西 配套就很差 所以变了 现在就很多人留在家 有些说几天感染了 成家人的 都进不到医院 另外还有一个个案 就更加多人害怕 就是说 那两岁的新闻仔 爸爸妈妈 家庸感染 家人很担心 就快点带个女儿去发烧 谁知道在外面等等 等了两天都没得 进去医院里面 所以他们就 说给新闻界听 那就很大件事了 当然还有的 就不用说 比如昨天就有 13位人士就过身 前天就15位 总之一路下来 你就会听到很多人离世 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无论长者也好 好像什么年纪都有 包括四岁的 三岁的小朋友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 因为疫情 那他们就说 那小朋友其实很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 为什么无端端会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 把那个接种的年纪 由本来五岁 现在就再退早一点 就是三岁 自己我们做父母的 都担心的就是 究竟小朋友 行不行的 就是他接种疫苗 他反应又怎样 医疗界的朋友 我们香港那些顾问 专家就说 不怕的 但父母永远都是 父母心 永远都是很担心 究竟会怎样呢 当然 小朋友又不能上学 究竟到什么时候 才能复活 不知道 所有的厨所 譬如卡拉OK 都去不了 但你看回现在我在澳洲 我只要用这里做例子 澳洲一直都有疫情 但他什么都开了 当然在很多公共地方 要戴口罩 还有检测 其余 我要有一个申请 就是说 那段时间我要进来 我刚才都说 我拿了那个批准了 那我进来之后 那我就是 因为不可以有人 借我了 因为我应该不和人一起 那他政府就很方便的 你就可以设一些车 那些车是去到机场接我们的 就是point to point 就是door to door 由那边接坐 就一直来到家 就帮我拿了行李进去 那那位司机那位就走了 那基本上 是坐飞机 在机场的时候 贵宾室 还有就是坐过移民局 那段人比较多些 再加上就是车 那这里这几程 如果是处理得不好 其实真的怕感染的 是不是 那我就很感恩 我自己预认了 在家居里面 我就做三次检测 就像我以前 14天在酒店那样 就买好一些包 那就是做鼻腔的 就是用Q-tips在鼻里 这样浸浸到那些药水里 然后将药水滴到那个棒子里 那就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是撕的 其实你就是 单一条线就没事了 那我就这样做了 感恩 那我已经做了两次检测 都是阴性的 好了 那我们听一首歌 香港的歌星一起唱了一首歌 就是用罗文的 《狮子山下》 但是群星唱的 那有video 如果你喜欢上网看就可以了 好吧 祝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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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